我现在决定要去HONOR的店那边彩排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它的HONOR S9C 可以那么抗衰 这么耐寡 你们都看过我的影片的啦 我丢去火锅啦 我拿电钻砖啦 我拿工业高压枪去射它 两米丢下来 这个没有事 有没有可能呢 这台机 1499罢了我 最贵也就是1699了 可以做到吗 我现在就来到SUNWAYJOR的HONOR Service Center 我就再来问清楚他们哦 到底它为什么可以这样耐摔 还有他们一直讲的 HONOR三重防护这个东西是什么 什么包 什么是不包的 哪一个是要我自己给钱的 哪一个是不用给钱的 我要问清楚他 我出击剪裁他 你看你很特别吗 你本来就普通人 我怕他们以为我是网红 然后他们就宽 给我很好的服务 我不要好的服务 我要普通的服务 但是我进去之前呢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一台最新的HONOR S9C 我这个影片剪好出来 你们看到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发布了 价钱我刚才也讲好了 跟上一代S9C竟然一样 那它到底升级了什么东西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 它的抗叠从原本的1.6米 升级到了2米 第二就是 它的防水了 升级到了IP65M防水 M就是MOVING WATER 也就是说你在移动的情况下面呢 它是可以防水的 比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 或者是下雨的时候 第三点 它从原本不防刮 现在防刮了 第四点 它还拿到HS金标 五星认证 综合可靠性认证手机 不正可靠的意思啦 然后其他呢 还有升级了 包括它的屏幕更加互烟了 它的电池更大了 充电更快了 终于OIS了 还有双喇叭了 就是这样子 等下我一进去一开门 哈喽 那我买到NAR B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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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来拆开的 不是 我可以拆掉它 我要看一下 为什么它这样耐摔 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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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拆就拆 马上拆 很厉害 手很巧 这个就开了 它其实是因为什么点 才会那么耐摔 我防水的话呢 它这边会有一个 就是一个脚 是for外面的 这是从后壳这边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 喇叭这一边 跟里面的零件 这个就是喇叭 防水的话 这边是一个 就是防水 让喇叭进水的 这个就是充电器 这边也是一个塑胶 也是for防水的 这是防 外面的水进来的 对 防水的话 这边的脚是在里面的 还有防震的话 大多数会是在这一边 这些 手法里面 电板主板里面 也是有一个防水的 它也是黏在里面的 component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背下的曲线 是在边边的 现在我们看不到嘛 它就旁边 所以它就好像有四个 Airbag这样子顶住 登登登 这个就是拆解完整体 它里面就是长这样子啦 进来看一下 Service Center 大解密 这边有好多很像很贵的机器 这家警机 UV机 电脚机 电脚机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把那个机 拆掉了之后 然后你就 用这个机器 点那个脚 然后把它关回下去 这个是 那个折叠机的 贴膜机 因为如果人手图贴的话 它这样搭片 因为它搭片 很容易有气泡哦 对 我懂的我也是有贴过膜了吧 什么咯 这个Avang 就是来 去人家的家 因为你不得空修手机嘛 它就去你的家 把你collect了 然后拿来这边 然后它好了 它再把你送回去你家这样子的 四个原因 为什么它耐甩耐用 第一个就是 超深度感化玻璃 这一片玻璃 它比上一代S9B 抗摔能力提升了60% 第二个 就是刚才我们拆机的时候 有看到它四个边边角角哦 就好像一个Airbag这样子 然后它是一个 形成一个3D保护层 各个角度 都可以抵御到那个防护 第三点就是 太极缓震架构2.0 它里面呢 就进行有一些空间优化 把每一个线路 全部东西都是 放到整整齐齐 goofy goofy 就是比如说 今天你有一个衣橱 然后你的衣服 你弄乱丢 这样如果有什么摇洞 这样你的衣服 就全部倒完下来嘛 如果今天你把你的衣服 塞到整整齐齐 刚刚好 如果它摇洞 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第四个就是 三层防水架构 首先呢 第一层它就在外圈 做了一个防水 防外面的水进来 第二第三个 它就做在中腰的部位 反正就是让你无死角 不会给水进到来 OK 我刚才已经问了 customer service小 我今天是 owner客服小姐姐 我要来解答 你们想要知道的全部东西 第一题 365天前后摔 只保屏幕啊 No 它又保屏幕 然后又保这个镜头的后盖 一年里面坏了 你都可以拿回 service center里面来换 第二题 我已经免费换过一次屏幕了 镜头盖又碎了 怎么办 还可以免费换嘛 答案是 可以的 屏幕可以换一次 镜头盖也可以换一次 但是你要给60块的人工费 第三题 有了一对一换机的这个保障 是不是说我可以乱乱丢了之后 我再拿去换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它这个一对一换 只限于硬件质量问题 也就是说你连不到wifi啦 屏幕边框这边有挂痕啊 baker发不出声音啦 旁边的按钮有断裂等等 确认是质量问题的话 就会换给你啦 第四题 怎样才可以三年里面免费换电池 怎样才算电池健康 低于标准线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就把你的手机 带来service center 然后他们有一个仪器的 就读下去你手机里面 就可以测试到你的手机电池是怎样的 少过80%你就可以免费换了 第五 净水有饱吗 虽然HONOR F9C是有这个IP65M这个防水等级啦 但是净水是不饱的 所以你们不要自己乱乱try 任何手机防水都是不饱的 第六题 去哪里找最靠近我的service center咧 其实你去哦 myHONOR APP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第七题 我觉得这个蛮有用一下的 就是你的手机坏了 零件贵不贵 其实我myHONOR APP里面 还有一个栏目叫做spare parts 从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你每一个spare parts的价钱 总结来讲咧 我真的觉得HONOR他们对于售后哦 是很大方很良心的 无论是他们的什么一对一换啊 365天保障啊 180天等等啊 你都可以feel得到HONOR对他们的用户很用心对待 他们对亡人地这个方面很大方 就是敢敢换给你吧 其实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售后方式 今天这个影片我拍出来咧 就是要给你知道 你买了手机 然后有一天手机坏掉了之后 刚好又是HONOR的话 像这一些就是你得到的保障 如果你们对别的品牌的SOHO也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 可能我就拍咧 也不是不可以 好吗 好吗